大家好,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郑必师 李孔,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迪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戴马sir 好,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希望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看到它这么优秀 大家都知道住的地方不太好 这个在很多国家都有报这宗新闻 这宗新闻太夸张了 第一个的价钱夸张,第二个条件也夸张 已经赢了新加坡 新加坡上次有类似的 但价钱没有你这么夸张 其实我们这里是这样的 上了很多西梅 展现了澳洲的租房危机 原来连公寓的阳台都开始出租 而且不便宜 这个公寓阳台是多少钱呢? For rent 360元澳币一个星期 在Facebook Marketplace上出现了这个招租广告 原来就在这个Hey Market 一间 阳光瓦房 那是几阳光的 是吧? 没错 有阳光嘛 你打开就阳光 对吧? 阳光瓦房就是招租 上面写着 和另外一人共享浴室 随时拿包入住交通方便 当然Hey Market 当然是交通方便 小弟以前是住在那里的 你那时候方不方便说 你是不用付租金的吗? 那时候市价大约多少? 我当然不用付租金了 我不知道 OK OK 你可以说我不知道米贵 但是 当然那里肯定不便宜 现在是泰国市中心 那租金呢? 很便宜呀 360元 水电费全包 说真的水电费全包 听上去 很吸引 但是你一再看看 阳光房 原来是 封闭有阳光之台 即是简称的阳台 地上很优雅地铺了一张地毯 也放了一张单人床 配了几个桂桶 和一块全身镜 有地毯的 很温暖的 和老宿者都是有些差别的 有架尖头 有架尖头 然后有柜桶 然后可以用一些浴室 什么东西都可以 大三百多元 是 但是包水电其实 我不敢说便宜 但是包水电 也是不行的 这个说不通是一间房间 原来空间很狭窄 和公寓相隔的 这个sliding door 其实它很明显就是 一间公寓外面的露台 当然 它外面的露台和那间公寓 玻璃窗透明 当然你可以拿些东西围住 说真的可以围住 但是真的一点私隐都没有 这么简单叫阳光房 阳光房如果他说只是有阳光 真的好有阳光 因为它是一个阳台 当然很阳光 不单止这样 那间 屋搞不好 可能也有人租 也不奇怪 毕竟全澳洲都面临住租房危机 房屋空置得持续 历史伸低 出现了一间 叫做房间 也不奇怪 原来 对于雪梨来说 今年第2季度 每周 房租中位数 已经升到750多元 但是你没有忘记750多元 记住750多元是真的租房 真的租房 当然 它说这个数 应该是包含一些很偏远的地方 麦尔本也不是好到哪里 根据 在造新数据看到 到2023年6月到2024年6月 因为我们财政年度是6月30日为止 而日本的房租中位数也从520元升到575元 相当于每个星期多付55元 每年就要付2,900元澳币 当然我看到有些港人 都是找房子挺辛苦的 人也会吗 去得澳洲应该比较充裕一些 财政方面 应该都可以 你没有记录 新来的那些 对 对 对 你跟以前在B&O早过一样 你第一次来的时候 你没有那个住房记录 在租房买楼 这个也是令人觉得伤感 没有办法 当然 澳洲的租房市场 也是挺困难的 我记得当时一间宅宅有百多人去看 亦都是因为墨尔本 和我们布里斯本更厉害 亦都是 非常地快地增速 租房供应量又少 造成这样 希望可以做好些 不过 我相信 不容易是不是不难 亦都看回最新数据 你不要说租房 你供楼那些人都凄凉到鬼 你就是 是的 我就是 超过50万澳洲人 亦都是 常还房贷方式处于生存模式 他们只能够只付利息 避免出现拖欠 原来看21%的澳洲人 在应对房贷方面已经改为 只能够付最低的额度 因为真的付不起 6%的贷款人士 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拖欠还款 几百万澳洲家庭现在也是处于这样的模式 生存模式 只是付利息 没有还本金 大家收入很大部分 用来还房贷 可知配现金已经差不多好准 由于生活成本上升越来越多澳洲人 难以支付房贷 没办法继续 是目前的还款方式 有些人也是把还款的时限 延长 在过去几年拖欠房贷的人数 升了很多很多很多 2023年 其实第1季度 超期30-89天的房贷总额 有146亿澳币 2022年同期 只有88亿澳币 升了65% 在过去一年半的每个季度 其实 预期放贷 的还款肯定是上升 现在也占 是前所未有 常还贷款 也挺厉害的 原来 占前所未有一个高度 现在有多少人是还不起呢 预期还款的 是0.9% 都是令人担心 都是令人担心 当然 你想想现在的利率 我们还可能加息 所以 你说死不死 还加 听到都害怕 其实我觉得他没有勇气 像加拿大这样 加拿大真是有勇气 我说的 我说的 加拿大真是有勇气 他敢这样做 当然 现在 亦都看到 一宗新的新闻 因为我们有很多空置房屋 废弃房屋 其实 可不可以这样 翻身 给人家住呢 其实我以为 但是 翻身 你知道我们 做事的速度 翻身 已经建了一些楼 没有出来 这个就是 你知道有时候 起楼 可能更快 翻身 很残的楼 大马上 你明白吗 我可以试试一下 明白 你们的效率 都 以目前的情况 你不如等起 再看看 如何好一点 没错 起到 一个 特定的数字 你觉得 增长很慢 你才 走空置房屋 翻身 这个比较好一点 没错 当然现在就找些留学生来背锅 但是留学生的数字已经少了那么多 你怎样说 是吧 留学生已经去 变变变变的了 签证通过率那么低 所以 还是用些留学生来说 根本 就是说不通 是完全说不通 另外 大家知道澳洲 幸好有一样东西就好一点 就是 跟中国关系好一点 如果不是 还差大 我跟你说 如果不是 经济一样都不错 看回 为什么会这样 公道一点 说又不是澳洲特殊的国情 特殊国情 应该就没有了 当然 现在想着移民 大减这个趋势 我相信起码都两三年时间 看回 原来之前也有 中国旅游学生 窩居在7平方米的公寓里面 租金 亦比CBD还要高 刚才说的360元 是1150元 一个星期 7平方米也挺小的 小弟觉得 小弟很小 小弟觉得有点难接受 但是也比阳台好 这样也好 阳台的地方是大一点 但是你虽然没有这个私隐 汉区 汉区说给外面的人 大佬 现在澳洲很冷 你不要忘记 我忘记了 他的窗都应该是密实的 开了一点暖 不过 因为 你知道有些地方 应该是没那么干净的地方 会舒服一点 现在 阳光房 其实 那位 留学生住的7平米 7平方米 又好似好一点 是付钱的 7平方米 一周的租金 是1150元 房间内 一张床 还有一个雪柜 还有些贵 有学生为了省钱 被迫 就是 你记得以前不是说过陌生人共床 计划的 同用床 我意思是 早上他睡 晚上他睡 因为大家作息时间 工作时间 我觉得很不屈 我觉得很危险 不单止 很危险 老闆 我真的不敢 说真的 这位留学生 住这里 叫 阿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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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祸居是7平方米 学生公寓 租金制给CBD 还要贵 每周 原来租金 550元 刚才说千多元 就是之前那里 550元 就是住在 四居室的合租公寓 听来不是很便宜 原来他是一位 老师 刚刚在墨尔本大学 是毕业 去年一直 住在几平方米大的大学生宿舍 也说 现在 疫情最严重时 他搬入一间 小型的单人 公寓 每周五百元 他的父母认为 出于安全考虑 住在学校好点 这个也是 初初来的 和女孩子 很多喜欢住学校 但是 他亦表示 这个很不划算 而且 亦没有看到 很多本地同学 那里基本上 都是留学生 这样说 但是 也是很贵 同样价格 住在 密尔本CBD 公寓 都可以 当然 公寓是这样 其实只是 一间房 一间房 相信 这间是真的好一点 但是 贵也贵很多 亦看到 这些所谓 移民国家 究竟是否这么理想 这么贵 租金 来的时候 真的要想清楚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